希望我做個反向的三角形輸出 反向這樣子 假設然後 這樣子輸出 所以以後你盡量 如果Snap要做什麼 那不然就是身邊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問題 你可以試做看看 如果看到如果我今天要輸出這個 那我就可以把 我要的程式快速寫出來 的話 OK那該怎麼辦 大家如果實在想不到 把前面的題目做熟啦 OK像九十十塊表 最好是回去 開一個空白檔 有沒有 什麼都沒有 然後請你把九十十塊表 把它寫出來 如果你寫得出來表示你是學會的 這個很重要為什麼因為如果你這個 沒辦法很快的可以把程式寫出來 那你後面要 學一些比較進階的東西 可能會 越來越跟不上 為什麼因為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有關聯性的 OK 所以回去的話 盡量就是自己再把它寫過一遍 然後把它熟悉一下 其實有的時候反而你看再多的書裡面的說明 還不如你做一遍 來得更重要 因為書裡面說真的寫了一大堆啦 但問題你看懂了 可是問題還是做不出來 我發現很多人 買了一堆書回去看 但看完了 也看懂了 但問題做不出來 最後你到底會不會寫程式 其實你還是寫不出程式來 所以我覺得啦 你倒不如你開一個module 直接把程式打出來 這樣子我覺得反而比較確定你是會的 而不是說你看了一堆東西 來得更重要 所以 如果今天希望 寫出這個東西來的話 那先不要看答案 你如果自己可以把它寫出來 那表示說你真的有跟上了 可是當然對大家來說是有點困難啦 不過我是建議啦 真的還是需要訓練自己 就是說呢 盡可能的回去還是再重做一遍 那如果說我今天輸出這樣子的話 我今天 1到13顆 那我要把它顛倒的話 怎麼做 其實理論上 跟剛剛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呢 我今天呢 剛剛是輸出1顆星到13顆星 那現在變成13顆星輸出 再一直越來越少 到1顆星 所以關鍵的地方 就是越來越少 所以要怎麼樣越來越少呢 其實關鍵的地方來了 其實剛剛的程式 這個程式嘛 我把它先複製一下 我拿這個來改好了 這樣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把它貼過來 Ctrl加 放大一下 這樣子的話呢 是越來越多 跟各位講一下 關鍵在這個range 這個range裡面的話 總共會有三個參數 但是最後一個參數 其實如果你是越來越多的話 你可以不用打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一般range裡面 理論上應該是要三個參數的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常常看到 只有兩個參數 主要原因是因為最後一個 大部分都是 增加1 有沒有 加1 那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要是越來越少的話 特別是 這個地方 你就有必要 把這個 越來越少寫出來 怎麼樣越來越少 很簡單嗎 這個是 加1對不對 如果你越來越少的話 把它改成什麼 對 減1就好了 就負1也可以 應該講是 負1 或者 減1也可以 OK 意思說這邊 給他一個負1 但問題是 你的開頭 就不能是從1 因為1的話 如果減1的話 變0 那應該是 多少開頭呢 開頭的話應該就是 我們要從 輸出13顆星開始 所以這邊開頭應該多少 13嘛 對不對 那一直到哪個地方停下來 那理論像你想說一直到1 我要輸出到1 可是問題這個是stop是 跑到那邊停下來 那1就不會 所以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變成13 一直到2而已 也就是你會 像我現在執行 如果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把它run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輸出來 13顆星 run到1停下來 所以你會發現 它只有run到2顆星 那1顆星怎麼辦 所以應該要把這個數字改成什麼 對 這樣應該可以懂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我覺得 層次最重要是不要死背了 還有不是一直看書裡面 我覺得後來發現 像我看書的習慣 我先寫寫看 我不會再看書 我不要一下看書 因為一下看書 後來我就一直依賴那個書了 我就離不開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寫 所以沒關係 我就是先想想看 它現在有用意 真的是自己想出來 如果你想出來之後 我跟你講 你以後不用再去背了 因為直接直覺的嘛 這是理解的 OK 所以應該可以懂嘛 你要找到那個程式裡面關鍵的地方 Range 有沒有 其他還有啦 你那個for I in range 這個語法你要熟練 因為這沒辦法 這是規則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規則記熟 然後把關鍵地方找到 以後的話 你程式很快就寫出來了 OK 其實這個概念 如果把它拿到VBA 其實也差不多啦 因為只是說那個for 這邊是for I in range 那個VBA是for I 等於啦 然後哪個數字 比如說我們是 13到 但是它13到1 它就是1喔 你不是0 那後面的話呢 VBA裡面 如果是減1的話 後面要加一個step step要減1 你一樣可以輸出 你要的這個資料 OK 所以這個 我想可以粗雷旁通一下 那print出來之後的話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到0嘛 對有沒有 這個地方的話 把它稍微放大 Ctrl加號 這邊也可以 Ctrl加號 有沒有輸出的話就是 13顆星 到1顆星 應該可以理解吧 OK 程式其實還蠻短的 有沒有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關鍵的地方 Range這三個參數 一定要非常的熟練 因為如果你很熟練的話 以後你FOR回圈 大致上應該就不太會有問題了 我是最怕 有些同學 對Range真的很陌生 然後常常那個三個數字都不知道填什麼 填錯了就麻煩了 如果你填對了 哇 那後面很多的事情就好處理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意思啦 那再來後面的話呢 我們再來變化一下 OK 所以剛剛是把正的 轉成反向 那你一樣可以寫成 用之前的九層馬表寫類似的 For I for J 不過我覺得這個 不用那麼麻煩啦 你應該寫一個 像我剛剛一樣 13 0.0 0.0-1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樣子 正向 跟剛剛差不多 也是一顆星到13顆星 只是差別就是說呢 前面必須要空白 那這個空白的數量 剛好加起來就是13 也就是說 如果它一顆星的話 那前面應該幾個空白呢 12個空白 有沒有加一顆星嘛 加起來就13嘛 如果兩顆星的話 那這邊應該幾個空白 11個空白 有沒有一直到這邊的話 是0個空白 所以應該 這個空白數量剛好是 13 到0 有沒有 然後呢 這邊的那個星號是 11 到13 那我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符合這樣的 題目要求 應該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那只是說要怎麼去把它寫出來 想想看 如果你可以透過自己 那個 思考 然後也可以把它寫出來的話 那以後說真的啦 你真的很多地方 就 不用 特別還要看別人的答案 你就可以寫出來 只是要一點訓練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OK 所以剛剛的話請你把那個 星號顛倒過來輸出 本來是1到13顆星 現在的話變成13顆星到1顆星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就是什麼 再來 把那個星號前面 加上 空白 讓它有一點 本來是靠左對齊那個感覺 靠左的一個 直角張卡錦 現在變成靠右的一個直角張卡錦 這個地方 程式 該如何撰寫 OK 思考看看好了 我是覺得 可能 我是比較建議就是說 你們可能花在10座的時間 盡量還是要多過於你去 閱讀 或者是 看那個 其他東西的時間 當然也不是說一直 如果實在想不出來 那你也不用一直鑽你的腳尖 你也許是要偷瞄一下 我雲端上的講義的答案 但是 記得就是 還是要試著10座看看 因為10座真的蠻重要的 我像我以前 我自己的經驗 我覺得真的我花比較多的力氣 還是在10座 也就是我寧可 像有時候即便買書回來看 也不見得說一定會從頭到尾先看 我先確定一下 他的題目裡面 我先拿來做做看 然後如果說完之後 我再看他的那個敘述 我覺得他敘述如果不OK的話 我可能 大概連看都不會想看 因為那個 比我想的可能還 不一定好 那當然我用我自己的方法就好了嘛 我幹嘛還要 硬是把別人的東西塞到你自己的腦袋裡面 OK 然後那個東西又不是很好 那會浪費空間嗎 所以有的時候 有些地方不好 就直接把 畫個叉叉 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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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或甚至用自己的斜法寫 我發現這個方法相對是比較 如果學習層次來說 相對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一種 學習的方式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把那個 13到1顆星輸出 試試看 那主要就是練習那個Range 可以正向 也可以反向 喔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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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